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张一星一再这接抄袭,王一博当面指出,并用同样的动作回应。 要说热门综艺,这就是街舞一定榜上有名。作为唯一一档坚持了四季的街舞综艺,节目除了受舞蹈爱好者的欢迎,其实也让许多普通人更多地了解了街舞文化。每次跳得好,观赛的舞者都会在旁边给手,代表对舞者的认可和欣赏。另外,还有一个假手的动作,而这个动作就代表舞者抄袭。最新一期这就是街舞,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。 节目里有一个环节,是四位队长为圈跳舞,大家根据给出的音乐,即兴舞蹈freestyle。张一星去年参加为圈跳舞时,获得了第一名。今年,他却发生了抄袭事件。 在其中的一段freestyle中,张一星做了一个反伸手肘撑地,然后背部下压的动作。这时,一旁的王一博就立马做了假手的动作,来提示现场,张一星的动作抄袭了。 抄袭了哪里呢?在前两期的队长2VR舞蹈battle中,王一博和舞者亮亮双人搭档,跳了一段hiphop。 其中,亮亮和王一博就用了手肘撑地,背部下压的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,就被张一星用到了自己的freestyle里。 看到张一星抄袭后,王一博在接下来的个人freestyle,做了相同的动作回敬张一星。做完之后,他还用手指了张一星一下。张一星尴尬地笑了笑,但是还是给手对王一博予以回应。 估计他自己也看到了王一博对他的假手动作。 其实,不光是王一博,现场有一位观战的舞者,在张一星跳舞时,也做了假手的动作。只是画面受限,看不到该舞者的脸。 但事后张一星的粉丝解释,张一星做的动作,是地板舞里的基础动作,不存在抄袭一说。 参加过这就是街舞第二季的舞者也表示,做好这些东西不容易,是需要花时间练习的。 此番言论,可能也是想为张一星澄清,并没有抄袭的问题。 不管是否抄袭,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王一博和张一星的交情。 这个围圈舞蹈跳完之后,彼此并没有不满的情绪,依旧抱在一起,庆祝又完成了一次与众不同的battle。 在棚内的节目录制完成后,几位队长还有一个一起火锅吧的番外综艺。 在一起火锅吧中,张一星还主动和王一博聊起了这次围圈跳舞,并夸赞王一博今天可以。 王一博则说,自己跳到后面有点乱,后面音乐都听不到。 接着,张一星还主动跟王一博说起了自己的工作,因为他接了一个新戏,马上要剪短头发,演一个IT男。 看吧,明星之间的交往其实也很纯粹,工作是工作,私底下依旧是什么都能聊的朋友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本人太耿直了。 他和张一星相识多年,在没走红的时候,两人就合作了变影。 后来在各大节目和晚会中也经常碰面,不说是特别好的兄弟,但也绝对称得上关系不错的朋友。 今年七一晚会彩排期间,王一博还让张一星帮自己拍合影,一次不满意,还让张一星再拍一次。 可见两人关系是真挺熟,不见外。 其实假手事件,在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 在第三季的街道海选,某选手跳舞的过程中,旁边的舞者就立马做了假手的动作。 选手的考核还没完成,王一博立即中断他的表演,因为旁边的舞者质疑该选手抄袭。 选手抄袭的对象,正是参加第四季这阶的大神HB。 王一博本人也说,对于抄袭我很不respect。 最后,这位被指抄袭的选手,理所当然的没有获得王一博的晋级毛巾。 通过这些节目中的小故事、小插曲,更多的中国观众深刻地理解的街舞文化。 现在,街舞已经被列入了奥运会项目。 第三季的冠军杨凯,还会作为四川霹雳舞队的教练,征战全运会,有机会的话再冲击奥运会、奥运会。 同时,这就是街舞这档节目也走出了国门,被外国观众欣赏并认可。 我们中国的优秀舞者,正在被更多人看到。